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喜欢你相逢的温度 温柔的缓缓的轻浮 我摊下的所有小幸福 淡着后座的夕阳 与你也不思藏 这一天 有点美好的笑话 三 二 一 去吧 十七岁的愿望 关于你 好久不见 再再见 因为将近高考 我不能再用手机了 只好用写信代替 前段时间跟哥通过电话 他心情很好 还说了很多你们的事情 虽然不认识其他人 但听他提起的语气 他们一定跟你一样有意思 上次听你说 是你死缠了的 哥才跟你做朋友的 我偷偷告诉你 我都看到过好几次 哥在那里捏那个玩偶玩了 有你这个朋友 他一定很开心 就是不说 我哥这一点 还是很可爱的 对了 回来后 我跟爸妈聊了一次 我感觉他们有在慢慢改变 真希望一切会越来越好 再再见 也祝你一切顺利 咋咋 咋会出门上学有石头了 来了 来了 走吧 以前生日还没到你就开始期待的 怎么今年不想过生日了 虽然我知道有些事情逃避不了 但是我总想着我的生日是寒假之前 等我过完生日 上路上就该回素养了 不然就不想过了 正因为他要走了 所以咱们这个生日 要过得足够开心才有意义 咱们可要好好过 走 这也太难了吧 买礼物有什么难的 马上入冬了 你买围巾也行啊 或者手套也可以啊 又或者 手练也不错呀 大部分女生都喜欢漂亮的东西 你也喜欢啊 你也喜欢啊 你问这个问题 该不会是 又想讽刺我不属于那大部分女生吧 是吗 她算了 � Tac 你喜欢什么 陈老子 seni 等一下 凉 给你们 我忙 擅长 二 睡 VER 来 来 算了 买都买了 留着也没有用 这是食堂麻辣烫稿活动 我抽奖抽到的 你留件没有什么用 给你吧 不行 要是按照姜佳的性格 明天肯定会食堂门口蹲守 这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运气不错吧 太假了 固然 做亏新事了 怎么这么想 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 那个 就是 苏在在的生日礼物 我刚买完 一个那种的木雕娃娃 你不是比较了解它吗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啊 在在应该会喜欢的 就这事 对啊 还能有什么事 对了 我刚刚在商店里买礼物的时候 正好碰上他们做活动 两件八折 我就被惠悠买了个这个 我也用不上 你看要不就便宜你了吧 你要是不要我 免费的为什么不要啊 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 我喜欢谁 喜欢你 怎么可能啊 你有什么好的呀 你说你除了眼睛大点皮肤 不白点脸小一点 睫毛翘点个子高点 你还有什么优点啊你 我 我的意思是 你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 别想太多了 好 那就好 我还以为你对我有意思呢 吓死我 太自恋了 醒我 你是不是我 我还不太思议 我要你 我还不错的 我好想要你 一直在偷了我 你 不愿意 它是你 终于熬到没有晚自习的周五了 那我们先走啦 拜拜 下周见 谢谢 走吧 我们去嫁张望他们 今天我请客 饭管就想好了 你请客 小心我们几个把你吃穷了 生日高兴嘛 苏仔仔 林老师找你 也不知道什么事 那要不我把地址发给你们 你们先去 我一块就过来找你们 好 那我们先去了 报告 老师 您找我 也没什么事 这不是高一纲月考园 他们英语识卷召集出成绩 改识卷老师人口不够 就想着找你帮帮忙 对着这个答案啊 把选择题改一改 用不了多长时间 你 着急走吗 我不着急 行 那就坐旁边那桌改吧 来 谢谢你啊 嗯 等完了 老师再见 今天就是麻烦你了啊 回家路上注意安全 嗯 再见 是 时间太晚了 你们先回家吧 那也没办法 那生日明天给你补吧 没事儿 什么时候都一样 这次回来 都没有了 我先消灭你了 我先走 有空 那不是 你没想到 那是 你不在做解决 你不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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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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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你们都走了呢 怎么会呢 就算他们走了我也不会走的 你这种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行为过分了啊 我们也不会走的好吗 怎么样还是我这个办法好吧 拜托李老师拖延了一会怎么样 效果是不是超棒 礼物呢已经长了翅膀飞到你房间里去 现在就是最重要的环节 做什么 可以 我送你去 回家 宋师傅 想念你 宋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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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尘还是第一次给别人过生日呢 人家自己生日都不太过了 我的愿望很简单 那许两个不过分吧 第一个 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像今天这样开心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不告诉我 说在在你变了 小心呐 第二个愿望 希望可以陪让让过她的十八岁生日 让让 你现在有时间吗 怎么了 你方便下楼吗 我在你家楼下 方便方便 我现在马上下来 热了 你找我有事啊 生日快乐 素材材 礼物 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 谢谢 这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日 那等你回素杨之后 我就用他拍很多很多照片寄给你 你能不能也实现我一个愿望 什么 等我把相纸用完之后 你就回来好不好 好 我 你可不能赖账 你可不能赖账 这是我的底牌 不再太遗憾 因为你一直在 就算我因此放不开 来 一个一个来啊 同学们不要着急 这 怎么还那么多人啊 学校组织的照证件证 人能不懂 你明天几天车 九点 那时间我们正好在上课 那就送不了你喽 没事 反正也不是去很远的地方 放假的时候还可以回来 没错 你过不了我们过去就行 嗯 而且一年多也没多久嘛 很快就过去了 很快 那说好了 一定要保持联系 行 你不骚扰张勿让就已经很不文化 什么叫骚扰啊 看 还是关心 你看看 这队怎么半天不动啊 不好意思让一下 不好意思 好 出什么问题了 同学们 同学们不要着急啊 电脑出了点问题 现在去找人来修了 可能还要等一会儿 我能看看吗 我等点电脑 也行 你来吧 好了 好了 这位同学真了不得啊 这么快就修好了 兴趣爱好而已 固然啊 你也太厉害了吧 这身藏不漏啊 今天也是碰巧了 谦虚什么呀 你真的很厉害 我玩电脑只会打游戏上网 你都会修了 嗯 其实也不能 就 主要考天子 好了 可以继续拍了 你们 都是朋友 对 好朋友 要不是这位同学啊 大家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要不给他们先拍 可以啊 那先给你们拍吧 真的 嗯 那我们去换拍照穿的衣服吧 好冷啊 还好开了空调 同学 你先来 好 坐好了啊 笑这么开心 看来修好电脑心情真不错 好 三 二 一 好 看前头啊 三 二 一 稳头稍微往左一点 好 三 二 一 我看看你的 照片 同学们自己装一下啊 好 我怎么照得这么猥琐啊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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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看看 你看 我看看 我看看 我的呢 你好 你好 能给我们再照照照片吗 官方 别挣扎了啊 我是说合照 可以啊 去吧 反正现在也没人了 这次就不做什么要求了 怎么漂亮怎么来 走 去吧 我要站这里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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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逗啊 中间那个男生 不要拘束 放松一点 笑一笑 笑一笑最好看了 你们都多大了 十七 行 那待会儿我喊三二一 你们一起喊十七吧 好 来 三二一 十七 是 让让 你到了苏洋 别忘了背单词 你凑的那些数学题 你别忘了听上 睡前喝杯牛奶 帮助睡眠 晚上一个人回家 路上要注意安全 你要多笑笑 不然别人都觉得 你不好相处 不对不对 你还是别笑了 万一大家都发现 你笑起来很好看 那怎么办 素材的 一血口滑大 下雪了 这意味着 是我们过的第二个冬天了 让让 一周年快乐 嗯 交换 就当是 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的凭证 好 你看 雪花落下了印记 所以 在下第一场雪的时候 答应别人的事情 不可以反悔 不然 后果很严重 什么后果 我会生气 很严重 不是 吗 我找你 我找你 你也别人 我找你 快来 我找你 快来 你不能够 我先把你抢 你的手 你们不能够 我太说了 她觉得你也不在 我好 让让 我听林老师说 你也不能用手机了 于是我开始写第一封信 开学了 你在苏阳还适应吗 不怕你笑我 我其实很不适应 一个人坐公交 一个人回家 所以我又开始骑单车了 林老师好 苏苏 上次路过你家楼下 看到了苏苏 她现在已经不会过来扑我了 我要加把劲 争取早日把它收买 你在那边怎么样 现在学校很好 只是学习精度 要比江医快一点 我已经适应了 上次月考 我英语考了一百二 没有腿部 你可以放心了 去买资料的时候发现 你那年抢购的超市 已经改成了书店 有机会可以来看看 苏阳的春天 来得要比江以晚 听说江以路边的 银串花开了 你一定很开心 好好学习 你为什么还记得 我抢购的事情 太丢脸了 你不要总是记得这些 我跟你说点有意思的 今年的一人节 官方能固然演了国王的新衣 特别好笑 可惜你没亲眼看见 对了 我也有在好好学习哦 跟江家一起报名参加了 暑假的数学加强班 不能去苏阳找你玩了 九月份 我去南方参加了一场竞赛 那是我独自去过最远的地方 那里一些都很美 你站在海边 只突然分享回了江以 如果是跟你们一起来的 应该很不一样吧 对了 陆里考上了华大 爸妈想让她学金融 她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生物 很羡慕她 真替她高兴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上高三以后 好像自己一夜之间长大了一样 每天都过得很疲惫 希望什么都不想 在床上睡三天三夜 但每次看到那些高一高二的学生 用那种 崇拜 对 崇拜的目光看着我们 我又觉得 可以再坚持坚持 今天我还体检了 我好像心虑不起 心跳加速 碰碰碰的 都怪我 不应该在检查的时候想到你 让让 好想你啊 不会难过 只剩日遗憾 再缠的话 好 今天课就上到这儿 呃 学校要做一个关于高考的调研 呃 也包括目标院校还有专业 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填写一下 王楠 过来把表给大家发一下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舅舅 你想去哪儿 华大啊 我都跟让让约好了 官方 您以后想学什么专业啊 我想学经济 哎 你这什么眼神啊 我从小给我奶奶算账可从来没算错过 一看就很有经济头脑 那你呢 我 学医啊 我爸妈都是医生 我可不能输给她了 江江 别光说我们了 你呢 你想学什么呀 我还没想好 没事 慢慢想呗 反正离高考结束田志愿还走 不着急 嗯 是不是也卷子发了 赶紧放在桌里了 赶紧放在桌里了 哎 你俩有纸吗 哎我说纸巾 苏再再你有吗 苏再再 苏再再 迟进 那天啊 你俩没事吧 我总觉得他们俩学习学上 一个个儿魂牧手舍 不是 这高考还有一段时间呢 难道他们压力太大了 可能是吧 明天去他你家吧 也很久没有见奶奶了 正好带他俩放松一下 可以啊 帮我身上 哎 我把足球辣球赏了 我去拿一下啊 你先回去吧 这记性 该不会也学傻了吧 那岂不是只有我一个正常人 突然觉得自己高大起来 怎么叹气啊 没听过一个说法吗 人的运气都是有限的 总叹气的话 运气就溜走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刚在那块儿捡球 马上就要捡到了 一阵风就给吹走了 我抬头一看 你在这儿叹气呢 说说吧 最近怎么了 在在的梦想是当一名外交翻译 官方想学经济学 你们都有梦想 但是我没有 我好像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只知道 读完小学就要上初中了 读完初中就要上高中 但现在我才意识到 后面没有游戏规则了 要靠自己往下走 很奇怪吧 很少人会没有梦想 连优点都没了 谁说你没有 有吗 你 算了 不为难你了 走吧 要上完自协了 再怎么样 也要把高考这关过了再说 走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 今天是二零一五年一月一号 新的一年开始啦 马上就要高三下学期了 这个假期只放了一天 明天就要回学校了 假期也没什么特别的嘛 除了做题还是做题 不过还是有开心的事情的 登登 让让又给我记信了 这已经是第七封了 具体内容嘛 无非就是祝我新年快乐 还有就是新的一年 不能陪在我身边的一些 伤心难过和忏悔 我都懂的 反正我很大度 以后她补回来就是了 还有 这些相纸我才只拍了三张 你不要怪我拍得慢啊 我也有想过一次性都拍完 但是我觉得这个办法 还是太鲁莽了 而且我也不可能让让让让 成为不守信的人 所以在我拿出像样的成绩之前 我是不会用完的 好啦 不多说啦 我继续学习啦 拜拜 见字如面这四个字 让我们沉淀出巨大的勇气 一路披荆斩棘 我猜我一定是喜欢你了 没有任何原因 也没办法说明 我猜一定是上天的指引 让我遇见了你 最好学候的你 最好学候的你 给我勇气也给我爱 这是我的底牌 不再怕遗憾 因为你一直在 爱 就算我影子放不开 不敢打烂出爱 到现在 我不想 不再徘徊